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次世界大战中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整个二战期间 日本一共只提升了三个陆军元帅 珊珊元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珊珊元除了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中粉 脑残粉 野心很大 好战势序 他打仗其实不是特别牛 但是政治方面很不错 又对日本天皇忠心耿耿 是老资格 三朝老臣 所以他当了陆军大臣 还成了元帅 珊珊元是在1936年8月开始走向对华战争前台的 当时他出任陆军三大核心首脑之一的教育总监兼军士参议官 随后晋升为陆军大将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氏并爆发 身为陆军大臣的珊珊元 极力主张对华扩大战争 他甚至还向日本监黄担保 三个月解决中国 8月15日 日本政府发表了对华宣战声明 而这个声明就是由山珊元起草的 山珊元虽然指挥打仗没有什么亮点 但却异常顽固 1945年美军即将登陆日本本土时 山珊元极力主张进行交土作战 并亲自担任本土防卫的第一总军司令官 想通过于死网破 彻底抗战来抵御进攻本土的美军 不过山珊元在顽谷 他还是顶不住美国原子弹一个接一个的袭击 他也改变不了天皇投降自保的决定 所以当日本投降后 他于9月12日下午开枪自杀 从这点上看 还算是半个汉子 老兵为什么说 他只算半个呢 因为按照武士道精神他应该切腹的 可惜他没有做到 而有意思的是 当得知山珊元自杀后 他的妻子竟然也在家里 不知道是殉情还是殉果 也跟着自杀了 据说山珊元妻子自杀过程比她丈夫正规多了 她是身着全白丧腐 依照武士传统用短刀戳穿心脏自杀的 老兵突然想 山珊元这个狂热的军国主分子 难道是她老婆教育出来的 山珊元下飞机在吴松镇附近视察战场田巡六 接近在杭州林领部队 在杨树浦深谷部队 野战医院里慰问伤兵在南京战县 吃茶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